Hello,大家好,我是K&A,我和别小金,爱模型,爱科技,爱生活的小金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模型呢,也是一款威龙的,算是绝版的一个模型吧 我是在咸鱼上淘来的啊,花了二百三十大样 从这个山中的一个模型上淘来的啊 看一下,这款是一款半代式的这个装甲啊 防空炮车吧 这款模型是威龙扁炮67-11的啊 1-35的德国SDKFZ的十斜杠4的这个半履带在防空炮的这样一个脱炮弹车啊 好,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的峰会 然后这个峰会的话是一个油画啊 是 下面有两个德军的士兵,然后后面有这个防空炮啊 半履带士后面还有这个拖拽了一个箱子啊,里面可能是弹药箱嘛 看一下这个是有超过700个这个人件,然后 有还有有,啊有啊 喔喔 好像这个,只有这个 呃 只有这个,雷带和带士的这个卡车 还有,后面脱车好像是没有冰仑的啊,我们看一下 这款上来是2014年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它一个测试 正是适合这个后视的图 编号6711 然后这边是一个 它的一个电脑设计的图 它有这个金属设片 大家看一下黄色的部位 然后背面的话是 也是整个电脑设计的一个图片 我们看一下 一个3D的效果图 这个是网络号 底盘 魔术履带 OK 那我们赶快打开吧 好 首先是这个说明书 给大家过一下 这个板件还是很舒服 这个还是不错的啊 最后这个是服装指示 有122 两种服装啊 1940和1939的 板件很丰富的 我们看一下 2014年上来的 我们看 这个是应该是装甲的一些部位 所以 这亦是底盘的部分 这是底盘的部分 图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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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这些是一些轮胎呀,一些发动机呀,还有一些方向盘呢, 轮,还有这些车头的部分呢,这些引擎盖,挡椅板和衫,这边是后面领带的部分。 这个是魔术铝带,我看一下,这个是透明的这个。 然后,打风玻璃啊,然后一些抽灯。 这个是水贴纸,看一下,水贴纸,然后有一些透明的贴纸,这个是尽数的车片。 OK,现在开箱就这样,就是一款,灰龙的,编号6711的,这样一款1比35的,德军的SDFKZ的,10-4的,半履带的,FLAG30对空炮,拓战这个炮弹车。 OK,感谢大家收看,我是黑暗黄小金,拜拜,点赞。